好 我们讲到第三段 第三段他这么说 全世界范围来看 凡是房价高的城市 房价太高了 企业和工厂难以生存 因为养不起到工人 对不对 但是房价低的城市 一般来讲创新创业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缺小资本 资本不愿意投进来 对不对 像硅谷和东莞 就不可能的兼容 对不对 硅谷的房价就非常高 硅谷那是中国东西 马农们 房价特别高 对不对 绝对不会有生产 工厂在那没办法 你工人没办法 没办法维持房价 也没办法那生活 生存不下来 但是他有创造和创新 硅谷这房价很高 对不对 你搞一些工人生产是不行的 但是他有创造创新 但他可以把工厂 我在硅谷设计和研发 然后我到的时候 我把工厂进到中国去 不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东莞就不一样了 东莞就广州东莞 东莞的房价很低 但是一定没有人搞创新 因为资本太贵了 真的很贵 对不对 那么怎么才能兼容 让中国既能生产 又能创造 全世界真正能够实现兼容 既有高科技 又有强大制造业的 就两个城市 一个就是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的制造业 非常发达 占整个GT的20% 但是同时地价房价很高 金融也很放大 另一个城市是哪 就是深圳 为什么深圳房价这么高 还能有制造业 因为深圳超过70%的常住人口 实际上住在哪 是住在城东村里面 就深圳70% 常住的人都住在城东村里 他有大量的城东村 那这些人的流动性很强 有统计数据显示 城东村占深圳总住房供给的60% 有60%的房子 住在70% 所以人口密度有点大 但是还能接受 对吧 那么深圳真正的高房价 只占2%30% 那些都是商品房 中国城市要有两种并举的住在于供给 才能够同时保住制造业的创新 创造环节和生产的制造环节 就是城东村来满足那些低端的工人的生产制造 那么那种商品房来满足那些高端人群的创新和创造 城东村还是有它用处的 不要轻易铲除 但也不能让城东村永远像现在这样 可以让城东村的自主更新 自主改造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提高租金 可以装修改造 今天装个热水器 明天按个空调 改善工人的住宿条件 当然政府可以给一些补贴 比如解决了多少工人的就业 给多少补贴 政府应该老百姓自主 而不是全部由政府自己来征地拆迁 不能将城东村消灭掉 只要城东村的量一降下来 结构就变了 这个城市的制造业可能就完蛋了 因为你这城东村没有了 工人这样没啥 工人都走了 那你怎么办 工人就我挣点钱不够交房东 那我就换别的城市了 这个城市可能就完蛋了 底的力量就破产了 懂吗 所以为什么城东村一定是天生的保障房 因为城东村天生就不能够上市去卖 城东村的房子是集体所有制 没有房本 只能出租 大家一出租的话 租金上不去 只要邻居不涨价 你也不能涨价 所以能够维持保障房的这个功能 如果把城东村改了 变成商品房 那还怎么便宜出租 所以城东村越改 穷人反而越没地方住了 对不对 所以地方债的问题 再讲这个城东村讲完 讲地方债 地方债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土地出账的话 收入仍然是绝大多数 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就是现在地方 现在这么多债 怎么办 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账金 收入持续下降 不少地方政府 地方债的问题 日渐突出 如何化解地方债 首先 地方政府借债中在干什么 中国城市这些年的增长 像高架桥 地铁 轻轨等等 这些东西原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应该享受的 中国基础设施非常强大 甚至比很多发展国家更好 这就是中国在全世界有进入力的 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懂吧 那么 印度的劳动力是便宜 但要自己开厂的话 你还得办个电厂 对不对 你办电厂 你供电不足 印度电力不稳定 电厂来了三天两个停电 你港口又运不出去 港口建的也不好 这些基础设施的都不行 像越南不也缺电吗 只有从中国运电过去 对不对 反观中国的发电量 港口建设等等 都是世界上的最好的 对不对 那么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钱 从哪来 基本都是从房地产来的 因为有了房地产 政府持有的土地和资产都在升值 中国地方政府有强大的信用 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和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 都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国家地方政府 各样是一个物业公司 只能给老百姓打理的一些公共服务 哪有像中国这么猛 这么强的地方政府 竟然还可以搞到基础设施的 这种建设 对不对 这里面的关键 就是地方政府 是用土地作为信用去借债的 但是借债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基础设施的年限都很长 按理说 用多少年就要收多少钱 你大运河修好了 收几千年的购交费 所以只要年限够长 收入肯定会比成本高的 对不对 但是现实中的不是这样 地方借债是有年限的 不可能无限期的借下去 此外 地方债的 还的话 还有利息 地方债 算是信用比较好的 但利息是很高 其实中央政府借债的话 利息低 地方政府借债利息高 理论上 基础设施的收益和还钱的时间 不会匹配 大家经常质疑 像贵州政府 乱花钱 修了这么多高架桥 隧道等等 这是因为贵州的第一条件导致 它就需要很多的隧道和桥 它没办法 它占比比较高 所以公路就特别贵 这些资产不只是一届政府用的 但钱却要让一届政府来还 这些政府肯定拿不出来 后面几届政府的支出 所以长远来看 政府的公共服务 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服务 债务一定是短期内是还不了的 可能要长期去还 对不对 那么不见基础设施行不行 如果这一代人 我们不见基础设施的话 下一代人根本就不会干这些活了 对不对 他说你想想让你的小孩到公立上去 干现在农民工干的事 你会干吗 脏活一定要我们这代人给干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工人千辛万苦 修了这么多基础设施 就是这一代人吃的苦 下面几代人才不用再吃这些苦 美国现在基础设施这么烂 对不对 那美国为什么不修 不是没钱 谁来干 你们家孩子去干吗 对不对 美国人也不愿意去干工地的活 还是我们家孩子干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钱的问题 中国虽然花了很多钱 付了很多债 但是我们把基础设施都建成了 这是成果 美国怎么办你知道吗 弄一帮菲亚移民来干 我从外面弄一千万菲亚移民 让他们干 懂吗 为什么美国现在 为什么我现在遇到一个 为什么美国的白左 放菲亚移民进来 不完全出于善心 也有他的这种 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里面 你懂吗 因为有一些活没人干 只能让他们干 你不从中南美洲 弄一帮菲亚移民 你不从中国弄一帮 中国的孩子都不干 你看陈旺 你看什么丁胖 丁胖的金帮奖师 你看那边人来 他们来了美国 他们愿意干吗 他们也不愿意干 他不也说 他说我在中国干的工作 都比这个轻松 我来到美国 干这么苦这么累的工作 我在中国都不愿意干 对不对 大哥 放进来干什么的 美国人是慈善家吗 你懂不懂 是发了善心叫你来的 让你来建设美国的 让你来 就干这种最苦最累的活 懂吗 所以为什么有小伙儿跟我说 说我这是谁 谁来到美国 走先进来的 现在在美国 刚刚当长车 开的长车车 一个人到两个人 是有可能 我承认 开长车车 开长车车车在美国 一个挣两块 两块 你就住在高速路上了 你就别下来了 你懂吗 天天都在上面 你才能挣两万块钱了 你懂不懂 你一个星期跑一天 你一个月能挣两万块钱吗 那么见了鬼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这种活 美国人要干 美国人觉得这样 干就没有生活了 但你中国来 你觉得行吗 因为你看到钱了 你觉得钱就行 对不对 但是说白了 钱都是纸 美国人给你的纸 美国人骗你来干活的 忽悠你的 其实美元都是印出来的 你懂吗 就是忽悠你在 出卖劳动力的 好吧 怎么着 所以他说 谈论任何债务的时候 都不能脱离资产 中国政府过去30年 积累了天亮的资产 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 能积累这么多资产 当然也就应该有这么多债务 因为现代经济 所有资本的来源 都是未来收益的贴切 实际上就是负债 我现在负债了 我过后会挣回来 把它还回来的 你懂不懂 但是我现在如果 比如说我要搞一个企业 对不对 我要搞一个电视车 我现在没有钱 我现在只能去借债 然后我来投电视车 将来我挣了钱 从我都搞到债还上 你明白了吗 所以这都是负债 现在不可能通过压缩 当期消费来进行投资 改革开放之前 为什么穷 问题就没有讲 之前为什么 就因为当时没搞明白 当时应该去发国债 一手发债 一手发货币 去拿未来的钱来发展 当时没有钱 既不欠外债 也不欠内债 怎么办 就没办法 就很穷 因为我们当时 在改革开放之前 你不懂吗 就必须从挣的钱里边 拿出一部分去投资 只能用省来的钱 这样你钱就不够 这样肯定很穷 就比如说 我要投资 建一个电动车厂 对不对 然后我不愿意去借钱 我不愿意负债 那么我要自己 就是说努力去工作 工作之后 我一个月不要挣1万块钱 我只花3千 我留下7千块钱来 然后我一点点攒 我要攒几十年 攒出来一笔钱 我终于可以投资 去建一个电动车厂厂了 这么做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之前 老毛那个年代 他们不懂 他们就这么搞的 所以又受刑 犯人又慢 你现在应该说 应该找银行去借钱来搞 要负债去搞 你懂吗 你不要老是拿自己 死公司挣了那点钱 想要那点钱 攒出一笔钱 去投资 干个厂 那不胡扯吗 对不对 那你要你攒一辈子 那这不是 那都不是一代人能积攒出来的 那你咋吗 你咋完之后 给你儿子投资 开个厂子了 你这辈子是没戏了 你懂吗 所以你要是不负债 不去借钱的话 你永远都没有钱开这个厂 你懂吗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在这了 就是说 你不能够这么搞 那现在为什么 不用再压缩消费了 以前都是靠压缩消费 去攒钱去投资 现在不用 因为就是什么 因为现在的钱 根本就不是从我们的消费里边 这个省出来的 而是把未来的收益进行估值 比如说我这个桥 我现在建完之后 我一年收一个亿 我一百年 我能收一百个亿 那现在好了 你借给我50个亿 然后我们建的这个桥 然后每年分你多少钱 最后你挣80亿 我挣20亿 大家一起把这钱 你借给我50亿 对不对 然后最后 这50亿本金还给你 我再给你30亿的利息 然后我做5 我挣20亿 咱们就完事了 你一看合适 咱们就搞了 你出资本 我来出利 以前来讲 我想建这个桥 我没有钱 我又不愿意找人借钱 我自己去省吃减重的攒 修这个桥的钱 那你去攒 那你攒到什么时候去 你懂了吗 这个桥本身就能帮你挣钱 所以你要负债去修这个桥 明白了吧 所以那么任何增长 只要是现在的增长 币呢 是要负债的 你不负自己的债 不是自己负债 就要找外国 就要借外债 要不就自己负债 自己负债就自己发国债 那是我 我发国债 我来付自己人民币的债 或者我找美国借 找美国借 那要借什么 借美元债务了 你懂不懂 要么就是自己的 自己本币的债务 要不就是外币的债务 那信用特别差的一些国家 就是外债特别多 比如说一些信用特别差的国家 他自己发自己的国债 没人买 谁也不买 你那太糟糕了 对不对 你只能借外债 借外债的话就坏了 你像土耳其 阿根廷都有这个问题 他欠一批个外债 欠的是别人钱 对不对 那么你信用好的国家 自己负债 但是全世界真正信用好 能够自己发债的国家 也没几个 绝大多数都要找别人借 你找别人借 那就完蛋了 那你找别人借钱 那个钱你自己印不了 那我以前讲过了 就是说全球货币的 那个体重逻辑就是了 对吧 你只要这个 你借的债是人民币债务 是你国家能够发行的 就没事 你不用担心 日本也负债很多 但日本负债都是什么 都是日元的债务 美国负债很多 负的都是美元的债务 都是自己能发行的 那这个就不用担心 你只要别 你中国一旦欠美元债务 那完蛋了 那你就快死了 懂吗 所以呢 2022年啊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海州和美国哥伦比亚 这个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呢 帕特里克博尔顿的 一项研究里就提到了 说中国美国 日本英国 这几个国家呢 是外债最低的国家 就是说呢 他们中国美国 日本其实的负债都很高 但是他们外债特别低 不欠别人的钱 不欠外币的债务 你看呢 你别看 就是说中国美国 日本都欠了一屁股债 其实都是内债 都是自己的本币债务 因为自己就能创造信用 那这几个国家 是可以自己创造信用的 大家愿意信 而其他国家想要发展 就得呢 去借外债 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当然这就是老毛 他们那时候坚持自主发展 自己主权独立 这个坚持下来的 这个你也是事实 他们是那时候愚蠢 做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但是他们一些坚持呢 到现在看起来 也有利 要你主权独立 然后你想造飞 你想干什么 别人很难呢 去就是说去掐巴你 所以现在看 回过头来看 现在借债修路桥 这些资产债还在 那肯定债还在 对吧 本来一百年的能够收回来的 但现在要求他们的 第十年就要还钱 那未来九十年的收入呢 还没有收到 那债怎么还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说呢 那你就破产到了呗 你看你修了一个桥 对不对 你本来说好了 就是我修了一个桥 让你贷着款 贷着款贷一百年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桥呢 卖了比如一百个亿 我挣二十一 剩下的就是说呢 五十亿的是你的本金 然后后边的慢慢的 再还三十亿的利息 一百年 但到十年的时候 你偏逼着我 要我还债 那我拿不出来 你就说我破产了 破产了之后呢 但是这些资产呢 就不值钱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说美国也好 就是说西方媒体 为什么懂跟你说 中国把大大 中国要破产 中国可能崩溃 对不对 他说希望你崩溃 他通过 就是天天念召你崩溃 把你作为崩溃了 如果你真的崩溃了之后 那就好事了 对不对 你这个桥 你修了价值一百个亿 对不对 你当时找银行借的钱 你本来说你成本呢 是这个 比如说 找银行借了五十亿 你修了这个桥 那最后一百年 你能收一两个亿 对不对 你现在刚到了十年 你现在没钱了 没钱之后你破产了 破产之后呢 这个桥就完蛋了 那这个桥可能就被银行抵押了 抵押之后呢 他说这个桥呢 就让他外国资本来了 说银行就只四十个亿 银行你要不要吧 银行你借了五十个亿 你现在是坏账 对不对 我现在给你 你要是 你要是不卖给我的话 你五十亿全亏了 没有了 你懂吗 因为你维护不下去 桥就费了大众不了 对不对 那么你给我 我有资本 我能让他继续运营 我能让他继续挣钱 我能给你四十亿 这样你银行的 你认栽 你亏了十亿 你还拿回四十亿去 你如果不卖给我 这四十亿你也没有了 你懂了吗 那你卖给我之后呢 我四十亿拿回来 本来这个桥应该值100个亿的 对不对 所以他那二十亿他也没挣潮 你那三十亿 利息你也没挣着 然后你投了五十亿 你还亏了十亿 最后你四十亿卖给外资了 外资拿回来之后 一看卧槽真的太好了 价值100亿一瞧 我四十亿就买回来了 然后我稍微维持一下 每年我可以挣一个亿 你懂吗 我四十亿买了一个 每年能挣一个亿的 四十亿我能回报 剩下全都我挣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那外资今天不就洗液你了吗 他希望你破产 你懂吗 就是说为什么外资 希望你破产 对啊 他都天天跟你说 中国欠了一屁股债 然后欠了比美国 没有美国债断 美国欠了更多 中国却完蛋了 债务就要崩溃了 地方债务都是陷阱 地方债务都是什么的 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有一天 你的地方债务全都崩溃 你都崩溃之后 我外资就很今天 把它整整洗倒 然后你要说 你的金融要开放 你这么好的资产 对不对 这些资产你们都不卖给我 你应该都卖给我 恨不得把你的银行都买走 把你的桥都买走 把你的技术数据都买走 把你的电厂都买走 把你的资产数据都买走 恨不得就是美国资本人 进来之后 把你所有的这些公共事实 全都卖给他 你就好了 你就牛逼了 你就棒棒的了 对不对 你就自由的 你就民主了 你就可以享受 自由民主的好处了 对不对 那是那个事吗 对不对 你把老婆害了吗 全卖了 你当然你账户是盈余了 对不对 那你就没啥了 对不对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这么干这个事 所以实际上 只不过就是原来的资产负债表 崩溃了 但是所有崩溃的资产负债表 都会剩下大量的资产 甚至资产还在那里 这对于快意来说 没关系 我们重建一个资产负债表就行了 重建之后 把利息压下来 可以和100年的匹配上 就又是良性资产了 你现在看起来不是良性的 对不对 经济中为什么会出现泡货 就是因为信用好 融资能力强 泡沫就大 假设每年都有现金流的话 那么这时候 他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举的 也还好吧 但是不是太好 他说 比如说我造了一个桥 每年有10块钱的收益 对不对 市场的估值50元 每年有10块 那等于就是5倍的收益 是你收益的5倍 那么融资50元 那么我做刚才之后 投资进去之后 比如说我弄了6年 我这还挣了10块钱 对不对 那我把50块钱还了之后 我还挣了10块钱 这是一个良性的资产 就把债都还了 对不对 但是假设另一个 也是一个10元收益的 泡沫特别大 那我当时估值 就是说100元 然后最后 我拿了100块钱 我去投资 投资之后 最后就干了9年 挣了9年的钱 最后少了一年钱 最后差了10亿 那这个时候 差了10块钱 就资不抵债 那这个时候就破产了 对不对 但问题在这 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是10块钱的收益 对不对 你借了50块钱 第二个是10块钱的收益 最后形成了60元的资产 第二个泡沫多 最后形成了90元的资产 那按理说 其实第二个 比第一个更合适 因为第二个形成了 90块钱的资产 你第一个形成60块钱 对不对 但是是你后面 你前面估计泡沫太大了 泡沫之后 你泡沫崩溃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经济之所以 能够这么迅猛发展 就是因为泡沫大 估值高 所以可以当成基建狂磨 在深山老林里边 修路修条 因为钱便宜 资本便宜 但当然结果就是说 泡沫崩了 之后债还不了 这就是代价 通过上述例子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收益都是10元 一个形成60元资产 一个形成90元资产 听上去第一个好 但是第二个形成资产 更多 他说了对 对这个例子 举的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例子它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前提是 地方政府认真在干活 你明白吗 那最后没干好 他原先估计是能够 形成100块钱 最后形成几块 最后负债了 那就是中央政府来保他一下 这OK的 但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他当时估的时候 这东西就是值得 比如说只能挣90块钱 他偏要找人花钱 估他是200块钱 然后他弄了200块钱 弄了200块钱之后 有50块钱 搁在县长的公子的账号里了 另外50块钱 搁在了承包厂公子的账号里了 然后最后还剩了100块钱 然后我们中央经省 一人再挣个10块钱 最后还剩60块钱 然后你让中央政府官 给你兜底来 打死你们 对不对 剥了你们的皮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举的例子 就是说你地乡政府 如果真的认真干了 除了这个事的话 中央政府给你兜 但是如果你们下面 都贪腐了 都黑了 那中央政府怎么给你们兜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 那博总网 他说这就是 现在经济里面的债务 其实并没有花现在的钱 而是花了以后的钱 以后的钱估值了 没实现 那实际上 现在根本就没有损失 而是一个虚拟的损失 但是现在形成资产以后 可以不断的去收益 所以一旦理解这个问题以后 就知道地方政府还不了债 是因为还债时间的不匹配 另外泡沫很大 虽然形成的资产也很大 但是比泡沫小 所以就出事了 那既然搞清楚原油了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必须由另一个人把债务接走 接完了之后 重新估值 比如90元的资产 就估90元的债务 然后再把它比较高的利息 换成比较低的利息 用低息的债来 之后高息的债 就变成一个良性资产 就没事 就挺过去了 这时候中央政府 就要出来接这个东西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其实是同一个资产资产表 地方政府借钱搞房地产 买地 修了这么多基础设施 最终带动整个国家 制造业能力的上升 虽然中国现在劳动力不便宜 但基础设施 比其他国家还是便宜的 中国金融力也来源于这个地方 而且这还带来了一个结果 就是税收的增加 所以不是没有收益 而是税收 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按比例分的 现在债务都归地方政府了 然后收益 你中央政府还分了一部分走 这个债地方政府肯定还不了 你要把税益都给我的话 我还能还 你中央政府最后 负债的时候是我负债的 我来建设 建设好了之后 挣钱的时候你分一半走 那我怎么还 对吧 比如他说 尽管贵州累积了这么多的债务 但是国家也不是没收入的 国家的收入 从这税收里边体现 还有税收体现在哪 贵州的税收 可能体现在上海的工厂 也可能体现在成顺的工厂里 所以这时候 国家就应该把债去接走 当然资产也可以一目接走 就是说 你欠占 那好 你把你这些资产都卖给国家 都卖给中央政府 就得了 中央政府给你买走 国家在想办法去平衡 贵州已经平衡不了了 对不对 再比如说 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大项 是教育 可能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 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 并不在当地工作 可能跑到深圳去工作了 对当地来讲 我对这个教育的投入 最后是亏了 但是现实中的关系是 地方的基础设施 教育投入等收益 有可能体现在 国家的底下的地方了 这种情况之下 中央就要负担一部分 来解决地方的债务 必须由中央和地方 一起来发力 不能全压在地方上 无论如何 地方 他要说最坏的地方 他这么搞下去 最起码他创造货币 他虽然负债了 他创造货币 因为你债务跟货币 是一起来的 他创造货币了 他也承认这里边有一部分资产 是完全没用 是地方在胡搞 有一些资产 真的是一千年也收不回来 真的是纯胡搞 他举个例子 叫水寺楼 就贵州独山县水寺楼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贵州独山县 水就是说流水的水 寺是司令官的 水寺楼 司令官的寺 楼就是楼房的楼 水寺楼 你查一下贵州独山县水寺楼 其实挺漂亮 但是就荒废掉了 合着花了不少钱 全白扔进去了 他说 但是中国绝大部分资产 都是有中的 中国就是说 他认为 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些人在胡搞 地方有一些人在胡搞 但是他认为 绝大部分资产 其实还都没有花 地方政府有些人 还真是任人在做的 尤其他说 中国政府 没有像外国政府那样 随意的就印钱 发福利 发奖金 都给他祸祸了 并没有 很多拿来之后 还都是投了一些 机酒项目 这些东西最后 总会有价值的 你懂吧 那么当一个社会 正确理解债务以后 就会发现 现代意义的债务 和传统概念的债务 完全不一样 全世界金融危机最多的国家 就是发展最快的国家 像美国 美国发展最快 美国大约每隔十年 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 每一次金融危机 就是重新建立资产负债表 但是每一次 都留下很多的资产 然后把以前的债务 注销掉 然后再发展 但是美国当时 也积攒了很多的债务 债务也是非常多 对不对 他说中国 中国已经进入了 债务资产阶段 就要学会接受的 这种周期性的破产 就时不时的 像美国一样 过年搞一次破产 对不对 有些事情 与其想办法避免它 不如想办法去解决它 就是因为你避免不了 干脆就解决它 每次出现这么些 我们去也解决一下 对吧 关于全国推行的房地产税 房地产在中国扮演的角色 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 很多人不理解 就讲到房地产税的问题了 这刚刚是地方债务的问题 现在到地产税了 很多人不理解 美国英国能收房产税的话 中国怎么就不能收房产税 因为美国英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 很大一头是直接税 而中国企业的税收这么重 能不能降下来 由个人交 多少时间这段 23分钟了 把最后一个留在第四段 把这房产税留在第四段 好不好 第四段咱们再讲 因为真的有点累了 先来三段了 说完现在已经 好咱先这样吧